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部長還有國產署曾署長 請部長跟曾署長 黃維銘好 部長還有署長好 接下來的問題如果部長不是很清楚 署長代答沒有問題 謝謝 今天對於國有財產署所編的稅出的預算 我個人非常的支持 國家的財產怎麼樣促進公共利益的使用 讓公眾大家都可以享受國有財產所帶來的效益 我100%都支持 因此我對於國產署一直都是抱持這樣的態度 國產署就被佔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我看在預算上面今年又編額1億4千7百多萬 支持歸支持喔 細節我要問清楚 王貴雲 戰友的 你們之前說要告他嗎 我先跟署長確認一個事實喔 新聞報導說國產署在2014年就發現了 是不是真的 是的 因為這個比財產是原來由省府移交給國產署 在103年剛剛委員提到過 你2014年發現以後做什麼事 當時先做一個追繳使用補償金的部分 為什麼不逃回來 因為當時這塊土地是現在規劃是旅館區 那今天大概大家對於說這塊旅館區 是不是應該還是讓恢復國土保安的部分 在今天會辦理現刊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喔 你在2014年發現他佔用國有的土地 我現在問的是你為什麼不追回來 你只是跟他要補償金 你跟他要補償金讓他繼續使用下去 那你不是默許他成立事實上的租人關係嗎 我現在問的是2014年為什麼地不要回來 當初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內部有沒有開會有沒有簽成 那個部分本來是有列入在所謂比較高價值的部分 因為如果要 你的意思是高價的部分就讓他繼續用沒有關係嗎 因為剛剛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在收回來的部分先會看說 第一個是對國土保安等等有重大的部分會列為優先 那對於 所以當初2014年你認為不是優先 然後今年被人家踢爆了以後 開始變成優先 馬上很有魄力要追回來 我很讚許你在今年齁 這件事情發現了後 國有財產署說馬上提告 地馬上要回來 這個態度我百分之百肯定 我現在在問的是國有財產署2014年就發現了縱容到今天的理由是什麼 誰決定的 署長可不可以承諾我回去把當初做這個決定的人 在哪一次會議上做這個決定 會後補書面資料給我 我想我們後面書面補充 責任我一定追究到底了 署長我講話一向是很公平 你們要去做這些事情需要的預算我百分之百支持 但是立法院邊預算給你們做 如果你們是大小眼 什麼叫大小眼 有權有勢的人 你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沒有要去執行 真的小市民 你們就一定追到底 這種差別待遇 我絕對不能接受 署長你應該也贊成 對於財團對於一般的市民 不應該有差別待遇對不對 是的 好 接下來 翡翠萬里灣 我上一次有追過 合約到2012年的時候 就終止了 我一直問 你們弟 到底什麼時候 要討回來 第二個部分 這些違建 拆了沒有 來 署長跟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最新的狀況 報告委員 因為當時有限期他改善 那改善的時間到期了 還是沒有改善 所以後續咧 我們要強制收回 也把註約終止掉 好 註約終止掉 現在 沒有啦 沒有註約終止掉的問題啊 署長 我們討論事情 概念要清楚啦 2012年 註約就終止了嘛 因為他要申請續租啦 對嘛 在沒有申請續約 雙方沒有合約以前 雙方有租約嗎 這不是契約法的第一課嗎 他有申請 你有同意嗎 你沒有同意嘛 所以2012年以後到現在 是沒有契約關係存在 我這樣的契約法理解正確吧 是的 所以契約早就終止了嘛 現在問題只是你什麼時候 把東西要回來而已 我這樣說沒有錯吧 好來 接下來 太平洋翡翠灣 要不要還 要 什麼時候會還 我們限期在11月30號 他也跟你表示他會還了嘛 還沒有 不過我想時間到了 我們會以法律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他有可能跟你託嘛 是 他如果跟你託你怎麼辦 我想應該透過民法訴訟 好 第二個 違建拆除了沒有 還沒有 為什麼不拆 因為違建拆除 是我們也有舉報給地方政府的 舉報給誰 新北市政府是不是 是的 什麼時候舉報給新北市政府 具體的時間你現在不講 會後告訴我 你們繼續去盯新北市政府 你就一個禮拜打電話給朱立倫一次 你什麼時候要拆 縱容財團到這種程度 事情還沒結束 這個就是太平洋翡翠灣 在他門口蓋的牌樓 署長你知不知道 進去都要收錢 是的 一台車兩千 一個人兩百 所以一台車如果載五百個人 就收三千 你們同意他這樣子搞嗎 你們同意嗎 國產署這邊只是提供土地 他的收費行為 應該是受到其他法律的規範 來 我跟你講齁 基隆地方法院 105年度 重數字48號判決 今年夏天 8月出來的 我看到裡面這段文字 我非常的震驚啊 細徵土地屬於被告國產署所管理的土地 長期租給被告泰社公司的關係企業 翡翠灣預熱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國產署在本院延遲辯論其日陳述 與陳租人有租認關係 被告國產署無權干涉陳租人如何使用陳租土地 主任其就被告泰社公司鋪設細徵土地 及設置管理收費佔的事情沒有意義 你們請哪一個訴訟代理人 到法院裡面膽子那麼大 代表國產署的立場說 第一個有主任契約 說謊 我剛剛已經說了 主任契約 2012年就終止了 第二個更嚴重的 在你們的地 當陸罷收錢 結果國產署在我國法院判決的公文書裡面 所表示的態度是你們沒有意義 我的老天啊 署長 這真的是國產署的意見嗎 還是你們的訴訟代理人搞不清楚狀況 這是寫在法院判決耶 這是國產署的立場嗎 佔用國產署的地沒有租認關係 設置陸罷 跟所有要進去的人收錢 國產署沒有意義 署長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國產署有沒有意義 我想那個正義公平還是需要 所以你有意義嘛 你回去馬上回去徹查 這個訴訟代理人是誰 你在質問他 憑什麼在延遲辯論的時候講這種話 把國產署的臉都丟光啦 我們會後再查清好了 這個一樣喔 同樣一個地方的牌樓 新北市政府 103年 就認定是違建 我現在順便告訴你 到現在還沒猜啊 你們跟清北市政府溝通的時候 順便問清楚啊 所以為什麼不猜 來 來 接下來請趙峰營董事長 不好意思喔 他們上來的時間稍微 然後再請署長 國庫署署長 來 署長 來 署長 我上一次在這邊問你啊 說趙峰假扣押了多少財產 你告訴我的 來 你是怎麼講的 放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呢 等一下啦 先放完啦 我還沒請你回答 沒有聲音是不是 目前據我了解 大概是扣到幾千萬 好 所以新聞也跑出來了 財政部說 提出訴訟幾假扣押 求償對象 只有蔡友才跟武漢清 扣到幾千萬 不到一億 你上次在這邊是跟我講的 我已經講過了 在國會的議事殿堂上 事情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要胡說八道 實際上是 你們去申請假扣押 根本被裁定駁回 對不對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那天我去拜會立委 我也跟 立委跟委員 新聞這樣寫 你有沒有發澄清稿 這一部分我們沒有對外 你為什麼不發澄清稿 你在這邊喔 有會議紀錄的地方喔 告訴全體國人 我們現在57億扣到了幾千萬 現實上半毛都沒扣到 來趙鋒 張董 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 法院的這個司法程序 當然尊重法院 所以你會提抗告嘛 剩下的56億怎麼辦 我們提出以後啦 因為他被駁回 我們是申請假扣押10億 先假扣押10億 在10億的萬有鏈 我們繳保證金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查 你裁定都沒拿到 就不要跟我講保證金的事情嘛 所以這個駁回裁定 你是不是先抗告 我們現在再看看 好 你抗告沒關係 剩的56億怎麼辦 剩的56億怎麼辦 你57億嘛 按照上次講的是 可以有幾千萬可以扣嘛 到時候是不是扣到幾千萬 我們事後再來檢討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剩的56億怎麼辦 那我們就是 該有責任的人 我們去跟他 好 什麼時候 把該有責任的主體調查清楚 給我一個時間嘛 這個我們有責任的部分 我們大部分都已經調查了 所以現在只有這兩個人 要處理就對了 到目前為止是 然後其他的人都沒事 剩下的監察人 下個禮拜大概 所以你等於是跟大家宣告 56億準備所有的股東 跟納稅人買單了是不是 如果是就勇敢在這邊講 我們看下一次 下個禮拜監察人看怎麼 怎麼調查 好 我再 主席站起來了 好 我只問最後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給大家一個答案 那我想我們這個是 陸續來發現 如果有責任了 我們絕不寬待 所以你還是不願意跟我講 什麼時候給大家一個答案嗎 年底以前 這個很難給你一個答案 OK 所以你就會盡力去追嘛 對 你有沒有信心追回來 你也不知道嘛 雙肩一聳嘛 好 沒有關係啊 今天時間到了 主席站起來了 這個案子我一定會繼續追 你不要想這56億啊 要納稅人買單 沒有可能的事情 好 謝謝 下一位請萊斯堡委員